新竹县新浦镇上聊里有民众陈勤 从今年初开始因为频繁的射击训练 疑似造成住家有多处的军列 国防部已经来到现场了解暴政的状况 最快一个礼拜成立周分协调小组 来了解民众诉求 大大小小的裂痕出现在墙上 有声有潜在民宅梁柱上 而且不止墙面军裂 连地板也有裂缝 住家出现裂痕 屋主忧心忡忡 新竹县新浦镇上聊里的居民 透过里长陈勤 只称从今年开始 国军频繁的射击训练 疑似造成民宅有多处军列 居民表示房子距离 陆军湖口训练场的发射点 只有五六百公尺 十年来饱受炮声的噪音干扰 近期更因为中国大陆围台军演 增加国军演习频率 一周有四到五天 从早到晚都在射击 掩开房子还出现军列 这笔账要找军方来算 居民住家军列又未处山坡地附近 如遇到大雨 土石就容易冲进民宅 看国防部能改善和防范 否则训练场下方也吸行水受阻 受害的就是民宅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水患 记者新竹综合报导